刚刚我看到Vincent Vincent大哥他有说 应该增加指纹解锁和面部解锁 其实是一样的 跟TAC指纹解锁跟面部解锁 跟TAC是一样的一种安全方式 并没有更安全 为什么 像我刚才所说 当他可以拿到你的手机权限 当他可以拿到你的个人资料 当他可以拿到你的login资料 他可以随时去改指纹 他可以随时去改那个face的解锁 随时都可以 所以他也一样可以把你的钱hack走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你手机上面的权限 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 刚才我还有看到 最好是有一些apps不要绑定银行卡 对对对对 你绑定银行卡 你的那个apps被hack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直接用你的银行卡来买东西 然后他hack进你的电话 然后可以当他可以有权限使用你电话 用那个app的时候 他就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不要随便绑定 你绑定也不要绑定限额太高的卡 比如GREP我有绑定一张卡 我就绑定我限额最低的那张卡 你要拿也就拿那几千块 这些都是一个防范的小知识 所以不要真的很多人人心惶惶我为什么特地要讲这个 因为很多人觉得钱已经不安全了 放在银行要把钱全部拿回来放在家里 其实你这样做更危险 真的是更危险 最主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方法 如果我们有很多比较前辈上年纪的独有 你不会去看你们手机的权限 有没有下载到不应该的apps 拿给自己的儿女 或者是拿给自己的朋友 叫他帮你看一下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特别来讲 希望不要有独有的血汗钱 每一分钱真的都是靠血靠汗靠泪所赚来的 这么轻易就给这些hacker给骗走 如果有人叫你下载这个app 扫描他们的QR Code 下载app 扫描QR Code跟Unlink 下载app是一模一样 都是不应该的事情 有独有问 要怎样知道那个是安全的app 简单 就是只从Google的Play Store那边下载 不要从第三方的app store 第三方的链接 第三方的QR Code来下载 不要 苹果是完全不允许的 除非你叫break它 你越狱它 不然它是完全不允许 所以它相对安全 所以同样的 如果你在Play Store 它也是相对安全 因为至少Google 它这个大企业 它已经负起了审查的责任 而且如果真的 这个app有问题 只要有一个人投诉 Google马上会把它下架 所以它有一层机制在这里 它有一层机制在这里 但是你从外面下载的 是没有这层保护机制的 所以安全的平台 就是你电话本身的平台 当然如果你用华为 你没有Google Play Store 那你就是华为Store 你就从华为Store下载 你不要用外面的 很多买了华为 要从第三方来下载 Google 来下载 email Gmail这些来用 其实也是不安全的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下载的Gmail 你下载的Google Google Chrome 比如我们拿来讲 你下载的Google Drive 是不是原装的 是不是它已经给人修改了 只是名字一样 但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 看起来一样 但实质上不一样 就像很多钓鱼网站 银行的钓鱼网站 一模一样的界面 你登录进去 但是那个是骗子的网站 很多 但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现在从Apps 假Apps来骗是比较多 以前被骗前的很多都是 登录错的假的网站 所以现在的网络银行 你登录 它都不会马上叫你输入 名字跟Password 它是分开的 先输入你的Username 然后它会有一组密码 这个按码是你自己set的 或者是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你自己set的 你看到按码 看到图片对了 你才输入密码 所以任何直接叫你输入的 都是假的 这点每一位独有要明白 所以你set的那张图 hacker骗子是不会知道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放那张图 他就只能叫你一起输入 所以一起输入通常有鬼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